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实验发现 它对乙肝病毒影响不大 没有什么影响 饼肝病毒呢 有一些微弱的影响 在实验里头就发现 立巴伟林可以使这个饼肝 病人的这个转酶有所下降 有所下降 但是只要你一停立巴伟林 立刻就反弹 那么它的血液里的病毒RNA呢 你用了它以后它可以下降 有下降的趋势 但没有一粒 能够消除 就是到我查不着的程度 就说明了 它作用还是比较弱的 我们现在呢 就是说 把它叫做一个诱导剂 就是说它的作用呢 是诱导这个病毒 在复制的过程中 发生了一个错误 它就是这么一个诱导剂 但是它对这个乙肝和饼肝 但东西小维度不是很好 但是后来的研究发现 它是消灭饼肝病毒的好助手 比如它配合了这个干扰素以后 数据显示 它俩配合以后 治疗饼肝 它的那个 疗效大概至少提高了一倍 而且停药以后的反弹 病例也有所下降 等于说它是一个好助手 就是干扰素的好助手 但是现在 同时它也是直接抗病毒的药物的一个好助手 它是一个诱导剂 它单独使用不好 但是它配合干扰素 包括直接抗病毒药物的时候 它是一个很好的帮手 现在呢 还是离不开它 因为这个利把尾林呢 现在也是一个老药了 发现很长时间 刚开始抗病毒大家都用它 但是现在慢慢的很多病毒淘汰 不用它了 因为它的不良反应太大 第一 用血 它直接破坏咱们血里的红细胞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病人 用到大概四周以后 就会出现一个血向的下降 会引起贫血 另外一个不良反应呢 就是这个对生殖的一个损害 所以它算X级的 它直接会引起这个胎肢肌 另外它的不良反应 包括胃肠道 哎呀 胃肠道反应也很大 另外也有精神量的作用 也会引起这病人抑郁啊 脏狂啊 或者身上起皮疹啊 总之它的不良反应很大 所以其他有些病 比如过去刚开始 我们病毒性感冒都用它 现在没人用了 不用太大了 还有其他的可以代替的 就不用了 但是在治疗饼干方面 发现它还是一个好助手 所以还是离不开它 它现在这个地位 还是相当于不可或缺的 这么一个地位 所以就是即使它有 那么多的副作用 包括生殖 包括胃肠道啊 这些防防灭灭 身体方面的作用 但是也必须要用到 这个小帮手 在特殊情况下必须要用 但是用的时候呢 你就尽量地避开它 一个不良反应 比如说你的血香 在开始下降的时候 你可以吃一些不血的药 另外呢 就是说在用药期间 尽量避免怀孕 男时和女时都是一样 停药以后半年 再考虑生育 再考虑点 对 因为咱们现在这个饼干 它毕竟是一个 现在认为是可以治愈的嘛 正常情况下 三个月 十二周 长一点到六个月 基本上 90%多都已经治愈了 所以在这段时间呢 最好避孕 不要在这段时间去 有宝宝 不要有宝宝 这样呢 就可以避开它的 一定的不良反应 因为毕竟它是可以治愈的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